2014年的空间色彩大赏 是每年室内设计界的一大盛事 借由选出每一年颇具代表性的空间设计 也为设计界投下震撼弹 宣告当年的色彩创新 今天我们就借由2014年的空间色彩大赏 两位金奖设计师的作品 一起感受颜色的魅力 并且深入了解选出你最适合的色彩 其实在这几年来 因为都有举办所谓的空间色彩大赏 那你觉得举办这个色彩大赏的一个目的 或者是它的影响力在于哪里 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 它是建了一个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来讲 第一个设计师可以把他的作品丢上来 所以设计师案子会让更多人看见 那更多人看见更多类型的这种用色案例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说 原来其实室内用色没有那么难 或是没有那么严肃 空间色彩大赏是我们从三年前开始办的一个活动 那当时在做这个活动最大的期待 其实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奖项 鼓励台湾的设计师去把这些作品丢出来 然后鼓励大家去运用色彩这样的一个idea 把它放在室内空间里面去做发展 那让大家可以看见 颜色在空间里面可以展现到的很多的效果 所以三年下来当然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改变 很多的改变跟影响 那第一个就是参赛的件数 我们从第一届的一百多件 然后到现在第三届有四百多件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很清楚的是 商工性质的改变 当然第一届的商工就可想要知 是叫做餐厅啊民宿啊 这是最多的比例 那第二年开始我们看见商工的形态有变化 可能包含诊所 然后包含可能是工作室 那我记得今年甚至有很多是销售的现场 譬如说保养品 化妆品 甚至球鞋等等 这样不同的类型 所以表示这样的一个奖项 在鼓励大家色彩运用上来讲 的确有做到它推展的效果 我真的觉得因为刚好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那么多人把自己的想法 idea丢出来之后 大家积出了不同的火花 然后也真的让我们看见说 原来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 这么多缤纷的色彩 或者是一个比较 它冲击力强的一个色彩 其实又可以营造出不同的氛围 住宅空间和商业空间的用色 思考不同 在住宅空间中需要考虑 长时间停留的适切性 与屋主喜爱的居家氛围 舒服耐看很重要 一起来看看荣获2014空间色彩大赏中 住宅空间设计组金奖的设计师 怎么说吧 2014空间色彩大赏 住宅空间组金奖 细密构思居住者 与空间色彩的整体气氛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我们住宅空间的 金奖设计师 哈喽 彩薇 哲伟你们好 你好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次得奖的作品当中的 一个色彩计划吗 我们当初承接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年轻人屋主他们是希望 以黑白灰为主要的色性 那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有建议他们 可以穿插一些比较亮的黄色进去 但是因为屋主他们可能 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点 他们觉得那个颜色太过于 可能太over 对对对 所以他们会有点紧张 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 那没关系我们就是用黑白灰 下去做设计 但是我们就是会在一些设计的部分 做一些利落的线条 或者是像是液材质的搭配 去让空间看起来更丰富一些 我们其实还是希望把一开始 原本设定的黄色要给他们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 亲自画一幅画要给他们 那这幅画其实它的构成也是很简单 它就是只有白色黑色 跟一道黄色的线条 那它主要就是说 把它放在电视墙上面 那它的概念跟我们设计空间的 完全是一致的概念就对了 然后这个黄色它在整幅画面看起来 它的比例占的并不是很大 但是它看起来 虽然是很鲜艳很亮眼 但是它并不会很强眼又太复杂 所以在整个空间里面 呈现的是很安全又很舒服的感觉 对于想要自行运用这个颜色 在我们的居家空间上 哲伟你觉得在一般人想要搭配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一个 关键的技巧可以掌握 我认为如果一般的民众 想要在色彩上 有不同的尝试的话 其实基本上 可以先从大地色系 或者是白色系为主 我们可以将整个空间 先设定为白色或者大地色 其实这个感觉是让人家比较舒服 或有太跳色的感觉 在了解住宅空间用色技巧后 对于公共空间呢 一个商业空间或大众空间的区域 要如何表现品牌精神 并掌握色彩与空间的关系 构筑合宜的区域主题 让使用者体验 不同的视觉感官响念呢 2014空间色彩大赏 公共空间组金奖 透过创意用色设计 营造完美空间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 公共空间的金奖设计师 哈喽Joy 哈喽Yu 所以通常你对于 所谓的一个公共空间的运用 或者这个品牌发挥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设计的开始我们先了解 这个公共空间它的目的诉求 是以一个什么样的 企业的品牌文化来导入 那最终话我们会运用 在大量的色彩上面 去做一个品牌的演绎 公共空间颜色的设置 通常我们会先了解 这个企业的品牌 以及它的CI的一个 关键的原色 那假设以这一次的 这个商业空间这个案子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 街头潮流元素的一个运动品牌 它非常适合导入 大量的一个街头文化 的一个色彩 然后去呼应它空间 一个品牌演绎的 一个视觉传达 像在这样子的CAS上 我们就会利用 比较多元色彩 以及鲜艳的颜色 然后去辅助它 每一个空间的需求 那通常对于在这个色彩的运用上 就传统来讲 我觉得台湾上 感觉上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这个 公共空间上 做一些色彩的发挥 怎么样可以灵活地 搭配上这些色彩 却不凌乱呢 首先所要我刚刚提到的 要先整理这个企业 以及品牌的一个企业色 CAS建立了之后 我们能够做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器材的分类 那为了让色彩不至于凌乱 我们会使用在 同一个色域里面的一个 不论是渐层 或者是同色域的一个眼镜 那同样色域 它又可以操作到另外一个 比较不凌乱的手法 就是在利用对应色 或者是辅助色 没有个性的中间色 其实在空间色彩的建立上 都是很明确可以掌握的关键 互补色的话 其实泛指的可能就是像是 很简单的 可能卡其色对应到米色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或咖啡色 这是在一个同一个色域里面的建成 那对应色 然后我们最直观的就是 红色跟蓝色 红色绿色 然后黄色紫色 那冷色可能就黑色白色 这样的运用 其实在色彩的一个基础概念底下 是可以很强烈被攀比的 如何去掌握设计的比例 以及色彩的一个协调 让它整个空间是比较make sense的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它没有一定的说多少的比例 对 因为每一次呈现的需求是不同的 通常在一个公共空间上 如果它的色彩是非常跳跃的 那我们要如何来去搭配不同的家具 可以呈现出最适当的一个风格 在颜色建立了之后 我们会选择在 一样是相对色或者是辅助色 或中间色调的家具 然后去搭配跟装点这个空间 那因应每一个空间使用机能的不同 所以在家具的造型 包含颜色的搭配上 可以搭配当时场域的一个色彩 去做一个呼应 不管新装潢或轻装修 都能在空间中运用色彩 让空间幻化成不一样的表情与氛围 色彩在空间中 还有什么独到的意义与魅力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以你对这个所谓色彩的了解和认识 你觉得这个颜色对我们的 无论是空间上 或是对我们的生活上 甚至是对我们的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很大很大 因为颜色是一个 你很容易可以看到的东西 是 所以当你把它用在空间里面的时候 其实立刻马上你就会感到 我的空间跟过去有点不一样 然后有一种新的感觉 有一种新的气氛 这样子 如果你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可以善用色彩的话 它大概会有几个我们所谓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说 你很容易营造你自己的形象 如果你请一个人去你的家里 他看到你家是红色 跟看到你家是白色或是黄色 他大概perceive到就是 你这个人的性格 跟我那个朋友 不会有什么关联 或者是说 你可以因为颜色的运用 那很轻松地去调整 比如说你居家空间的氛围 我们今天的空间是绿色加木头色 所以大家都很稳定 所以现在的感觉 就是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 我们现在的气氛可以比较活络的时候 我们可能应该在这里 多加一点红色跟黄色 那大家就会狂野一点 我们进到一个空间的第一印象 其实是除了被它的空间的量体 再来就是它在立面呈现上视觉的感官 那色彩是最容易去创造人 对这个空间第一印象的感官印象 第一个所传递的给消费者或观众的印象 就一定是最直接的 比你说使用一堆金属一堆木头 它留下的印象会更强烈 所以在色彩我认为是在空间的建立上 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刚刚我们已经聊到说 不同的颜色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 那你觉得一般就是在台湾 大家比较倾向的用色是什么 我觉得在台湾大家通常的习惯 就是比较清淡 比较清淡就是白白的 我觉得没有好跟不好 就是颜色这件事情 那只是常年来大家习惯上 喜欢用比较清淡的颜色 那在这个背景里面 你就觉得你很容易用 其他的物件 可是如果你要从坏处来讲的话 简单说啦 你的空间环境其实比较无聊 相对上是比较无聊 如果能够的话 其实用颜色在空间的墙面上 去做变化 它是一个最容易让你的空间气氛 有很快变化的一个说法 如果要谈到未来的期望 或是期许的话 我觉得这几年来 大家在谈色彩这件事情 有努力成分有增加 可是不够勇敢 有的时候害怕被批评 所以就不太愿意尝试 可是每次谈到这个是我 我都会举一个例子 就是女生学化妆 你知道女生学化妆的过程 典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小心翼翼 然后大概两个月之后就开始 顶着一个大农妆出门 这个农妆可能要顶一段时间 然后她会开始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在空间里面用色是同样的路线 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 我希望大家可以很勇敢的去串 设计师也好 业主也好 大家都去串 然后串完之后 反正颜色嘛 你换掉很快的 所以你去串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会找到一个新的方法 在这个空间里有颜色 有个性 而且是你要的 而且是带的旧的 这个是最大的希望 其实现在漆料的部分 在各个地方是很容易买得到的 所以很多屋主他们会自己 喜欢买来自己做调色 或者是做自己漆的部分这样子 那我觉得说对于未来 我们是建议屋主 其实现在颜色他们是很容易太换的 但是我们就是建议说 比较活泼一点的色系 可以不一定说要整间都是用同样一个颜色 可以去做某一个墙面的跳色这样子 对 然后可以随心请洗后 或者是时间去做态换 这样就比较OK 我觉得如果以台湾 如果说在讲城市的这个色彩的话 我会觉得台湾的城市色彩非常的少 那相较于其他的国家 我们可能少了一些我们在地的颜色 以及特别代表的 就好像走在街上其实看到的颜色不会很明显 那其实我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在城市的色彩 跟城市艺术这一块去做一个色彩的置入跟引导 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在我们特殊的假设中销动物上 或者是在新一计划剧上 可以看到非常有指标性的台湾的一个代表国际化的一个色彩的呈现 我觉得对台湾的一个商业空间的色彩的一个期许 我会觉得可以导入更大量的一个企业品牌文化的背景 去跟色彩的关联结合 因为我刚提到其实色彩是人对这个空间的第一印象 但是台湾的很多的一个空间的设计 其实只会运用大量的材质 对于色彩上是比较忽略的 所以我觉得对这一块是未来可以比较加油的 我觉得印象吧 一定会记得那个红色的建筑 那个黄色的建筑 更颜色一点 不管是用色沉稳的大气豪宅 小而缤纷的中小型住宅 或是创意多元的公共空间 色彩坚能轻易营造富含特殊魅力的场域氛围 带给使用者不同感受 一起与设计师们运动丰富色彩调和空间 让生活因色彩更加美好 差不多三岁以上的小孩子 就可以开始做不同这个手眼协调的训练 其实这个对他未来学习很重要 你眼睛看到了哪一个字 你的大脑告诉你的手 要模仿他写出一样的字出来 可以看到了一个字幕 我们下来就会得到 某种东西 我们下来就会 咱们下来真的 你这件事 我先不过 我来就会 那我就会